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老三来欢迎大家收看 今天这个节目 现在这个社会上 很常常出现青少年 都会去骑车 标车砍人 结果 有的人没猜打到扑鼠 结果这些少年没胎没胎 也怕死 也有无言无言 跟他们打到胆胸 结果海人没头上班 人家有无章要吃 那都没人没收 那完全是青少年 他没快乐 那完全是人青少年 在发授他的精神 结果 跟整个社会 躲在增大的困难 所以我这个节目 我想说 一定要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们要安全来了解青少年 要安全跟青少年到底 每一个人 我们也是都对青少年慢慢大起来 所以我们都没做过青少年 照理来说 应该是很了解 所以整个社会青少年问题 证明一点 证明我们的社会 太过不幸 也证明说 我们整个社会 我们没有一个比较 比较逢的一个人 在处理这些问题 我们的办法就是说 青少年 你乖就好了 青少年 你都别做事就好了 你都点点就好了 整个社会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没要麻烦 因为我们的生活没用 感觉说 如果还有处理这些青少年的事情 你会觉得很烦 不是好像老师而已 老师也是说 青少年乖就好了 不需要让他们 不需要在那很多东西 其实你好应该基盤一些外套 你如果真的有用心 在关心青少年 不是只有叫分头 所以你说点不点 不要说话 不是这样而已 所以我们就整个要批评来说 我们整个社会对青少年 没有不关心 政府对青少年 没有关心 那是他不只是说道理 说道理 跟他妈妈妈 跟他灌灌灌灌 根本就没有为青少年… 就是准备 受优先造团 如果这到此 оно 社会青少年问题 当然也真的 怎樣 如何就是說 如果弃生弃生弃生 最重要的 幾十年過去了 還因為跟那些弃生弃生 如果弃生改變社會 社會現在帶就越來越好 要減少 圖由一個教育課整套 媽媽那個幫派進校園 從以前 pseud 곳打同學 現在同學打同學 回到小學又在同學打老手 你看,證明失敗 證明我們中國青少年的教育是失敗 學校的教育是失敗 證明我們整個社會對青少年的關懷也是失敗 你說政府的責任有嗎?當然有 你政府有為青少年做什麼? 青少年要耍耍 在公園裡面用一些優型版 讓他在那邊耍耍,沒關係 他要打拿球,要打拿球 你拿球中夾起鍋,晚上電話打下去 就讓他在那裡打拿球 這基本上是看你要做還是不做而已 你如果國庭政府經常在辦一些活動 青少年,晚上有的去溜冰 有的滑板車,有的是特技腳踏車 那如果他們很多事情都做 青少年什麼人要出來飆車抗爭 你再想看看 這東西讓人真的很感慨 你基本上,你如果在國外 當然他們土地大 但是你會知道要做一種東西 並不是像你所想說這麼貴 你認可在國外一個公園裡面 這個小小的公園裡面有一個棒 有這些青少年騎腳踏車 可以這樣搬起來 他這樣算他就開心了 那不是說要花到多少錢了 所以完全是看你要做還是不做自己 如果今天我們整個社會 他還不來同時青少年的問題 政府不來擲頭 我們整個教育制度 沒有一個順暢的改變 我真的說 我們現在大人在那賺錢賺到死去 全然沒有意義了 我賺這麼多錢 你整個社會地在進步 你什麼科技 說台灣的什麼半導體 電腦、手機 又多進步、多進步 賺不夠開 你社會說什麼進步、進步、進步 結果你會賺一台兩七八糟 根本就做了錢的行李 我們是用大人的賺錢 用大人的募金 結果斷送 害我們的青少年人 所有人都害得都沒有錢賺錢 所以 一定要重視這個問題 整個社會 沒有看到青少年代表我們很現實 只有看我們前 看這樣而已 各種我們都沒有在看 現在看出我們的目的 看到人的目的 它也看出我們自己 這種的自我中心 只顧自己 不想要關心別人 我們說冷漠的社會 很冷淡的社會 這整個現代社會 很大一個問題 所以有望這個學歷 老三有望說 我們的觀眾朋友 至少 當你在看老三的節目的時候 你會知道說 要安裝到這些青少年當中 你會知道說 我身居兵的青少年 尤其說在九歲裡面而已 好人 或是說我們的身居兵的親生朋友 或是身體自己的孩子 是青少年 青少年是十二歲到十八歲 其實現在已經有繁圈 現在變成了十歲到二十歲 差不多十年都可以說是青少年 因為他的心理 十歲現在很雜色 不是叫做男人 已經變成青少年了 十八歲 十八歲 他不變大人 他又停留在青少年 所以整個青少年 那種的年齡齡 整個都在擴大去 會變成這樣 就是社會沒有關心 社會沒有關心 所以十八歲應該大人 我們讓他的照顧不夠 所以雖然十八歲 他也不真的變大人 像小小的,我們沒有照顧 所以我們提早發離這個人 因為人要照顧,沒有人照顧 沒有人照顧,他就提早長大 他就提早大了 所以我們變成提早進入到青少年 你說18歲,他也很想提早長大 問題就是說,他的心理也不夠 不夠真正來做一個大人 所以變成很奇怪的現象 變成很多人,小孩子提早 青少年的,算是倒閉了 變大人的時間,越來越慢 所以變成整個青少年的環圍變得很大 這也很驚訝青少年很困難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真的應該要好好地 來關心青少年 所以前一點,老闆跟大家分享就是 你跟青少年作為,你要記得 不能說道理 不能說道理 就算大人,你跟他說道理也聽得很善 我們這幾個社會都在說道理 你去上班的時候,主管也在說道理 你現在去學校,老闆也在說道理 你現在回家,老闆也在說道理 你現在回家,老闆也在說道理 各個社會都在說道理 人這麼奇怪喔 道理,無論如何 那道理如果不是你自己心中有認同的道理 那實在說 那道理如果不是你自己很願意去尊守的道理 那這樣道理說出來 都給你氣墓很不好 真正 那個感染機呢 孩子不可以這麼晚睡 才知道早上來 老闆就說了 不可以這麼晚睡喔 就說了 早上來 很簡單 簡單的道理 不然你身體壞了 青少年聽到這種道理 真煩 很歡感 很討厭 這是一個很大的鼻子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鼻子 明明對他好喔 明明是對他好的 但是他卻是很沒聽說道理的 我們來看看,朋友 我們來看看 如果是你自己 別人常常跟你說道理 你聽到你的話 好控 他們是青少年 你說的道理 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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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說道理的方式 他一個聽 就是怎樣 包括大人才來 都一樣 人家說 喝一個咖啡 泡茶 開港 坐 前幾個而已 我覺得 身體你要稍微顧一下 拜託 朋友在你放 你一個聽 就覺得很想要走 說要做什麼 或是一個小而已 哇,你最近變得那麼大 哇,你要注意身體喔 你要注意你的身體 你會煩不 會煩感 這個人生 你就開始煩感 躲躲躲躲 要怎樣 你知道嗎 你如果搜尋問說 最近過了怎樣 咦 不一樣喔 完全不一樣喔 因為當你問的時候 你是用一種開放的方式 就是說 最近過了好嗎 你並沒有一種公道理 你也沒有跟他下命令 你也沒有一個基督性 你先問說 最近過了那麼好 你是你幫他問 那個問 人家說叫做開放性 開放性 就是說 你並沒有什麼意思 你只是關心這樣而已 沒有一個目的性 人都一樣 人可以接受這個開放性 所以說 你不可以跟青少年說到你 其實包括大人也是一樣 我們說話 盡量用問的 這是一個習慣 這是我們個人跟人交通的一種習慣 你如果是常常用問的 別人會覺得你這個人 很尊重別人 別人 別人會覺得你這個人 不是一個老鼠的人 你如果沒有用問的 常常用媽的 用說道理的 你是好人喔 都沒有好結果 這就是做人的疲愛 這就是做人的困難 做人最困難就是 其實我是好意 但我好心 不知一句話說 你好心你就不好報 因為你好心 你要用對的方式 因為青少年常常做不到的事情 我們大人一隻就抹下去了 你這樣一隻抹下去之後 這個青少年 他也知道你是為了好 但是 你的陰氣證書 整個真壞去 他會很想去 他就覺得他沒想到 聽你說的會不會 結果你本來是好意 算老鼻子 不好的結果 我們做人要有貼虛 你要有貼虛 你好心不好報 好心不要亂證 你明明是好意思 就是不好的結果 這樣是不是我們應該 真的要更聰明 換一個寶寧 換一個寶寶 所以今天這集給大家分享 暗湯公道理 用麵 跟贏過用公 休閒 看看了 謝謝 來 歡迎回來老三的節目 跟青少年當中 最大的困難就是 要怎麼控制自己 因為他會做很多事情 讓你想要跟他媽 但是這樣會記得 媽沒辦法 媽如果要改 這個社會問題就變得很簡單 這樣 所以你要用問的 你要問說 欸 你怎麼做這種事情 要說 你為什麼要這麼生氣 你為什麼要這樣發脾氣 你用問的 你如果真的要幫他教 你應該有耐性 你要有耐性 你教人好東西 人家說做老實不簡單 就是這樣 你要教人好東西 你為什麼 你都應該要 有地肥 有基卡 有方法 所以你如果要教這個孩子 做人的道理 不是真的直接教下去 那通常不好 我說的 難聽的 你要教一隻狗 哇 我們就像這隻狗 你要教一隻狗 說 五湯湯湯 做的黑白棒 塞棒球 就算你要教一隻狗 也就有基卡 那不是每天跟他講而已 那有些方法 方法 如果對 連狗就能教 給他不在家的幫助 所以 人家 只要你好好教 你只要用對的方法 同樣 這個人 他也是可以改變他的行為 他也是可以改變 現在你看你很討厭的這個部分 人可以改變 人可以改變 但是要用對的方法 要有體育 所以千萬不要用公道理 基本上 公道理一種東西 那是說什麼的 你懂嗎 說一種 自己想到你 想不到 他來幫你問道理 這種人 人家才會公道理 你會記得這點 你會記得這點 說道理這種東西 不是說 有機會 人家賣道理的人 我們就說出來 不對 不對 說道理 是當一個人說 我不賣 請你改稅給我聽 那才是說道理的機會 如果今天一個青少年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敢不敢說 讓我聽 讓我這樣 這是公道理的機會 所以什麼時候公道理 剛才我們出事 跟我們孩子這個階段 這是公道理的時間 因為一個孩子來 他每個人都有 所以 他的心是打開的 他都在吸收 吸收 他很想要知道 他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他想要了解這個世界 他想要了解這個道理 所以孩子很想要問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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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很想要問 為什麼 他想要了解那個 背後的道理 所以當一個人問 為什麼 你就跟他說道理 青少年 不是在問為什麼 他如果問為什麼 他不是要求知 當他問為什麼 都是在賣相 你知道那個差別 你跟什麼差別 孩子就要問 問說 為什麼 喝茶的時候 要用這種背 為什麼 不是用那種大 寶寶的背 孩子的問 是說 為什麼 這叫做 頭 這叫做 魚 孩子問的為什麼 都是知識性的問題 就是 知識方面的問題 當一個孩子問為什麼 就是他想要知道 青少年問為什麼 真正是因為他想要知道 青少年問為什麼 都是因為他不會送 比如說 為什麼我要聽老師的話 為什麼我不能打電動 為什麼我要寫功課 為什麼我要去學校 你了解不 青少年問為什麼 你不要跟他講到你 你不要動作說 真的很想要知道 你說為什麼 我就要每天去學校 為什麼我要補習 當他這樣問的時候 你不要哭哭哭 為什麼 這樣你做的我告訴你 為什麼你要補習 因為你的掙托很重要 所以只有他會補習 只能讓你讀多 他會補習 讓你的學校 可以更有效率 他會補習 補習 補習的老師 都是名書 人家很厲害 他會補習 所以 他會補習 幫助你 你講這個 都會補習 你聽我的意思嗎 當青少年問為什麼 他不需要答案 他不需要答案 當青少年問為什麼 他是需要有人了解 他的健康 當他問我為什麼要補習 這句話真正的意思是什麼 這句話真正的意思就是 我沒有想要補習 所以你不用再解釋 解釋說你要補習 為什麼 因為第一點 第二點 第三點 第四點 第五點 第六點 你一定要講得理 前的朋友你會記得 講得理 那是在小孩的時候 十歲進政 你在講得理 進入青少年之後 不要再講得理 你如果講得理 他嘴巴不給你 心中一定感覺 你這個人有夠白白 他根本就沒有跟你聽 他根本就沒有跟你交通 他根本就沒有跟你交通就對了 他的面有表情 沒有表情 坐在那裡 隨著你說 我們人很奇怪 你不反應 我就繼續說 繼續說 一直說 說到你有反應為止 什麼反應 說到那個人說 你說什麼 有沒有 青少年都這樣 聽完了嗎 齁齁 那幾位一位出來而已 別父就只說了 別父就不會鬆開了 我告訴你 你聽不懂 你做什麼態度 他忘記 所以說 青少年 真的你不能這樣 跟他講得理 講得理 他需要的是 他這種心情 他現在 對他的生活方式 四姓一種懷感 青少年說 天生煩骨 這個改革 他就是 真愛自己喊就對了 所以我這麼說 沒什麼理由 也沒什麼 叫做對錯 他就是來賓 很愛跟人家做對 這個改革 所以你就是要接受了,你就了解就好了 所以不可以說道理,真的會記住 沒有人可以跟青少年說道理得到很好的效果 你說不會,我跟他說道理都很晚了 這樣表示你們這個兒子的心 還要停留一個很單純的孩子時代 你說這樣好嗎?這樣也不好,這樣也很好 但是我這次要跟你說,早晚有一天,他要重待 所以你慢慢也是要學習,不要說這麼多道理 你如果說道理,他都很很聽,代表這個孩子很快很順口 但是也代表這個孩子,他基本上要留在孩子時代 所以你要鼓勵,你要用問的,聽聽用問的 鼓勵他表達,鼓勵他講 這是我們做青少年當作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後來一集,繼續收看老三的節目,謝謝 不說不鬆快,現在的年輕人,尤其國中心 當然是什麼情形這樣,很難教的 好,老叔都教不法了,外面的老叔要怎麼教,今天不說不鬆快 有什麼呢?邀請到說,為了要教這個國中心做會 已經頭髮讓我們膩下去,洗下去,來 對大家來,親安一下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左營國中大門口,虛樂高學創博師 有他們來幫我做會泡茶 好,現在要叫蔡老師了 好,你在學校做這個學校的儀工的老叔做幾年了? 三年半 三年半,他們叫你什麼叫什麼,叫蔡老師還是蔡老爸 他們都叫蔡牧師,叫蔡牧師 叫蔡牧師,他們知道我是牧師 喔,你會覺得說,這學校裡面的老叔就教得平平穿了 所以他們教教問題都這麼多 你這外面的一個老叔還有牧師,他們會對你怪怪嗎? 一個開始,我進去的時候,他們聽到牧師都很嚴重 後來,有人教我一個辦法,就是蔡頭門 現在這部有效嗎? 有效,真的有效? 我蔡頭門進去的第一陣,看到我全班學生都 喔,牧師,你蔡頭門喔 開始有反應 創作有的地? 對對對 那個館的就很近了 真的有差嗎? 有差 所以比較青少人,真的要用他們的方式 對 用他們的意 他們第一,看你頭門有膩膜 第二,看你穿的是不是救的 喔 但是你自己要膜頭門,你不覺得自己要先突破 那個過程? 一個開始,我是 很頑張想的 對,很頑張想的 我本來是,怕生這四人都沒有膜頭門 因為你是一個比較,因為你也有膽膜 你是一個比較,整基基就是解案傳 所以鄉鄉叫你做這種 對 很大的突破,醫生 對對對 很大的改變 對 有這個月底之後 在他們在教平革教育和孩子的互動 他們就 非常有反應 不管你問什麼樣的問題 他們都會硬膽 對 上課的次序也比較好 真的喔 嗯 本來他們有參與 對 本來是你說你的,他們說他們的 對 後來他會聽你說 他不會開槓,不會聊天 喔 你要跟他說平革教育,你怎麼說 你不可以跟他說 我們有得勝者的教宅 對 有設計 所以你現在做三年外的時候 你會開始有感受 就說 這幾個學期這樣教了之後 這個學生 你會有提供中 用什麼樣的改變 我是比較注意 班上 學生的反應的人 嗯 我的反應是 一個開始 由學期開二到 都是乖乖排好學生 OK 那就是不管什麼人來上 什麼人來上都OK 對啦 有的是 我們有辦法改變的 我們搞得好 或是互動好 其實他的行為 他的性質都會改變 哦 連性質在校的性質都會改變 對對對 有的是 不管什麼人來教 他都很高怪 這種其實 我們有時候沒辦法改變 嗯 他在想我們這種學 跟他們學校的老師的學 他的態度不一樣 所以他會比較愛上你的學 對 因為沒有壓力 沒有什麼 沒有聊 對 會覺得比較生活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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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他們科技要冷 冷 啊 他們都會記台 哦 科技冷的時候 他們都會記台說好 啊 不然你這麼久都沒來 哦 所以他們要上課 對 他們要上課 對 所以你會覺得像像這樣 我們現在學校裡面 這個體制外的這種 評級的教教 其實是幫助這個 學生 他在學校這個外面 好像稍微可以穿開一下 對 你這樣差不多 多少幾天呢 呃 差不多 二十個 哦 二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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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班一個老師而已 對 還有一個做狗 做狗不用負責 但旁邊維持視序 哦 所以這樣 等於是要二十個老師 還有二十個做狗 做狗是 反正人沒有那麼多 沒有十班都有做狗 哦 所以有的啦 像你這個比較大 就這樣 對 對 有做狗的品質更好 是 你覺得說 當這個藝鋼 他們到日後 對藝鋼本身有什麼影響呢 喔 這個藝鋼 好像 變得很年輕 啊 自己到這個青年 對 對 從那年輕人起來 這個藝鋼都很聽心 對現代 年輕人的教學很關心 是 所以他們到日的時候 真的會很感動 OK 電腦會讓這些年輕人 得到鼓勵 因為他們的年紀 可能和年輕人有一個 都有一段差就對了 好啦 我們牧師帶頭 你帶頭 整床是在學校裡面 製造漁工 我想這個是 學校跟我們的社會 怎麼合作 我們共同來關心 現在這些青年輕人 我相信這是 真好真好的一個方式 歡迎大家 如果有機會都參與一下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副牧師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